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来看今天神的话语 铁撒鲁尼加前书 二章 一到九节 弟兄们 你们自己原晓得 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 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入 这是你们知道的 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 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 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 不是出于误会 也不是用诡诈 但神既然厌重了我们 把福音托付我们 我们就照样讲 不是要讨人喜欢 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 这是你们知道的 也没有藏着贪心 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 我们做基督的使徒 虽然可以叫人尊重 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 只在你们中间存情温柔 如同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 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 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 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弟兄们 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 昼夜做工 传神的福音给你们 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 贴赞罗一家前书二章一到九节 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可以看见保罗一个牧者的心肠 那在这里提到第一节 他说弟兄们 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 并不是突然的 所以讲到那个进到 保罗人来到贴赞罗尼家这个地方 甚至于建立一个教会 是保罗进到 但是他不单是人进到 而且他也把福音带到他们当中 所以因此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既然领受了这个福音所带的恩典 我们进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当中 也都是带着福音的使命 那么这里他可以提到 保罗因为用福音来喂养他们 所以以至于保罗他有一个牧者的心肠 这里提到了牧者的心肠 第一个是我们看第一节 在第二节他说 我们从前在菲利比被害受辱 这是你们知道的 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 保罗在菲利比遇到一件大事 就是他被捕 甚至于下到监狱里面去 在那个地方 非常非常的不得自由 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 他仍然靠着神放胆来讲上帝的话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牧者 他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 他不管得时不得时 他总是要传讲上帝的福音 那么第二部分我们看到 一个牧者的心肠是一个什么 是讨神的喜欢 而不是讨人的喜悦 那么在第四节说 但神既然厌重了我们 把福音托付我们 我们就照样讲 不是讨人喜欢 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 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了 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服事神 不是为了讨好人 因为讨好人就会带来很奇怪的结果 那么保罗在这里提到 他所做的只为了一件事 讨神的喜悦 所以在这里提到了 如果不讨神的喜悦 就会带来几个很奇怪的东西 在这里提到至少有六样事情 是我们要提防的 因为不是出于神 不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 是讨人的喜悦 就会带来这六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看第三节说 这是不是出于错误 一个讨人喜悦的人会出于错误 甚至于怎么样 出于污秽 那个动机是不良的 然后第三个是用诡诈 是用诡诈的 那是非常可怕 那么第五节提到的第四件事情 是用惨媚的话 反正为了让人信主 讲一些很好听的话语 惨媚的话 那么第五个是 藏着贪心 因为是讨神的喜悦 讨人的喜悦 不是讨神的喜悦 所以他里头会有一些的 自己的这个想法 自己的情欲 那么最后我们看到第六节 这里还会怎么样 这个求人的荣耀 求人的荣耀 完全都是表面的 保罗他是一个 一个牧者的心肠 他很清楚知道 我们今天服侍神 所以我们要讨神的喜悦 而不是人的喜欢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是不是所做的 我们是不是都是为神的 还是有时候为自己 为别人 为人的眼光 为人的期待呢 我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为了满足 那一位爱我们的神 招我们的神 并且为我们付上代价 这位上帝的 的喜欢 而不是人的喜悦 刚刚我们看到保罗 有一颗牧者的心肠 因为他带着福音的使命 他那颗牧者的心肠 在于他首先靠着神的缘故 他大胆来宣扬传讲福音 同时他也是不讨人的喜悦 他只讨神的喜悦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牧者的两个特质 紧接着保罗在这里 第七节他又说 只在你们中间 纯心温柔如同母亲 如养自己的孩子 保罗把自己比喻成是一个 如同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 那是一个很深的一个亲密的关系 当一个妈妈 他不管得时不得时 他总是信息着他强保中的孩子 他总是会想到孩子饿了吗 孩子现在需要在哪里 孩子怎么样怎么样 他总是里头的 那个情感之澎湃之丰富 就如同一个妈妈一样 那在这里提到了 那个第七节说 只在你们中间 纯心温柔 这是母亲的爱 母亲的爱会带来温柔 母亲的爱会带来一个温暖 当一个孩子在外头受到委屈 他回到家第一件事情 拥抱妈妈 妈妈就会给他一个温暖的爱在其中 我们就看见 这是保罗对贴桑罗一家教会的爱 另外一方面 除了纯心温柔之外 在第八节 他说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 这是保罗 保罗他说 我连我自己的生命 要给你们我都愿意 那种爱之深 那种感情的连结 那没有办法跟贴桑罗一家教会的分离 这是保罗的爱 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保罗有一颗木责心肠 那颗木责心肠是非常的真实 什么是母亲的爱 那个母亲的爱里头 会带来三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一个母亲他不会比较 不比较 每个孩子都有特殊性 哥林多教会 贴桑罗一家教会 甚至于 这个 哥罗西教会 每个教会有不同的特质 保罗不比较 第二件事情是 不计较 每一个 每一个孩子 在他的眼中都是自己生出来的 每一个都有特别性 他不比较之外又不计较 好像哪一个比较好 哪一个对他不好 不会的 当时贴桑罗一家 他在 他这个时候 其实这个教会 不是那么的富有的教会 保罗从 这个腓立比带了奉献 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看见说 其实在当时 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 不计较 甚至于我们看到 不计较不放弃 每一个孩子 在保罗的眼中 都是重要的 一个妈妈是不比较 不计较 不放弃 我求神也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一件事 就是当我们去传福音 每一个我们所传的弟兄姐妹 不管他跟上的脚步如何 我们都保持一个妈妈的态度 就是不比较 不计较 不放弃 就如同一个母亲 如养自己的孩子一般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父神我们谢谢你 我们看见保罗的爱 那个为父为母的心 一个为牧者的心肠 主啊你知道 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面对许多的福音的 这种职场 有时候我们不晓得 该怎么办的时候 主我们知道有一件事 就是我们总是要 放胆传讲你的福音 主啊求你给我们机会 到我们进到我们的生活 的每一个层面当中 进到我们的家庭的里头 我们都能够跟我们的这些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同事 来传扬那美好的福音 好让他们也可以来认识你 谢谢耶稣 祷告奉以耶稣的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